好这个凯米台风重创苏花多处路段实施预警性的封闭 但是26号晚间呢南澳段却传出有车辆坠鼓的意外 四名富人趁着保全上厕所期间 驾车闯入山区 那么连人带车不慎跌落了50公尺身边颇受困 那么消防人员获报赶到现场将他们送往医院救治 索性都没有生命危险 消防队员头戴安全帽摸黑深入边颇 确认绳索掉环扣牢合力拉起一名富人台上救护车 一个患者接着一个总共拉起四名患者 只见他们一脸疲惫还心有余悸 因为私人才刚经历恐怖自由落体衰落50公尺身的边颇 事发在26号晚上8点半 有四名富人开车从南澳往苏澳方向 不顾苏澳到和人路段管制进行期间 竟然趁东澳管制人员去上厕所 不在岗位上的一会儿功夫 擅自打开炸门闯入 行驶到台九线苏澳公路116.8公里处 疑似转完处视线不佳 没注意到前方路机掏空的缺口 连人带车坠入山谷 好险事发地点附近有抢灾的台电工程人员 正在修复凯米台风重创过后的道路 第一时间通报救援 并播周围也有数从缓冲 四名富人才只受到轻伤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